自从冯小刚确认掌勺马年的春晚之后呢 关于这个春晚的种种猜测就是层出不穷啊 有人说这创新啊应该从主持人抓起 应该弃就用心 那么在这个新主持人的名单当中呢 有一位就是冯小刚的好朋友张国立 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呢 从哪有甩张国立老师今天会主持出来是真的吗 来谢谢你 黄老师今天张国立大家可能会主持春晚是真的吗 黄老师 虽然张国立方面尚未确认是否担任春晚主持 但关于他登上春晚舞台的呼声却一直很高 作为观众非常熟悉的演员 他在康熙微服思绑记 截指童鸭剧小兰等作品里的形象 神弱人心 绝对符合孟小刚在发布柜上 对春晚提出的总方针 真诚温暖泌地气 这次领导委派我来指导春晚 已经给这一届的春晚定了一个调 在座的各位审查负责审查的领导 能够高抬会手 网开一面 审查太延了 作为今年春晚的艺术顾问之一 张国立和冯小刚合作20余年 共同打造了手机1942等多部作品 为了朋友挺身而出 也是张国立常干的事 我现在就吃了三个鸡蛋 三个鸡蛋 三个鸡蛋关于我们吧 我今天鸡蛋也没有吃 那国立老师还做过一部分的导演吗 这个系列 他刚刚找我的时候 因为许晗我没有答应 我不敢答应 因为这是他准备了18年的一个东西 你知道吗 我会觉得一个人准备18年 要是我我肯定已经疯了 因为我每一个镜头 我都在脑子里想过了 肯定的 我根本不敢 而说到主持本身 张国立也算酒精沙场的老将 在荆棘班奖里 和上海国际电影节上 都会看见他机智幽默的主持功力 我相信对不起 以后华语的事都是我主持 我还是个好主持人 对 那咱俩连妹一定是有你 没你我不敢 给我留个公司 对 不就是给中国电影供应了这个 提供了十几个亿票房吗 有什么可骄傲的呀 对 你说你这人除了知道 电影是拍给观众看的 你还有什么优点呀你 你从今天拿到这个奖杯开始 痛改前飞 重新做人 改正你的缺点错误 我就可以当和你当朋友 我认为你当人的儿 buzz 就贝倘响哈哈 其他人 跟明年 优充 我认为你 nominee